嘿大家好 Chill今天帶大家來北海岸吃海鮮啦 剛好以前在Google地圖上找了一間平價 又可以少人數用餐的海鮮 地點在富濟漁港 但是不在裡面 相信很多人想在富濟漁港吃海鮮 卻又被價格打退韓國 今天這間在這附近 我覺得價格還算合理 然後又符合好停車 跟小孩可以跑跑的假日模式 所以我就去拍來給大家參考參考啦 今天又是我來北海岸看店的時候啦 然後我就是把Google打開 就點點點 等一下這一間覺得蠻有趣的 它有趣的地方在於 它兩個人也可以吃 三個人也可以吃 然後之後你再加點 而且我覺得價格還算滿公道的 然後評論數也還蠻不錯的 基本上它就是兩個人 就是八百 一個人四百 然後人多的話就會更便宜一點 然後它前面三個 價位是差不多 東西是一樣 可是就是大小盤不一樣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盤子比較大 有些人盤子比較小 就是一樣的菜色 就分量不一樣 然後呢你絕對不夠 你可以再加點一些東西這樣子 感覺這個方法還蠻不錯的啦 我們等菜來吧 啊 先來了一個炒麵來夾個炒麵 它炒麵很大一盤耶 這個應該是有外面炒麵的兩倍大耶 快要被夾完了 很想我們點的是三人份的 然後它的一盤就已經很大盤了 對 而且它好像也可以再加點什麼炒麵 等一下不夠也可以來吃點 我已經吃了炒麵了 好吃耶 炒得好吃 我來吃吃看 我來吃吃看啦 我覺得是那種外面 炒得比外面好吃的那一種 可以可以 它的麵體啊 就是不會很爛 我最怕吃到那種麵體爛爛成這樣 而且也是炒得很八隻這樣子 我很喜歡 然後 然後 鹹甜的口味 它沒有甜啦 它的鹹味我覺得是很剛好的 剛好 好啦 由於蝦子的部分 我剛好按錯了別的按鈕 所以口述給大家聽 蝦子的部分非常新鮮 原本一開始吃到的一隻蝦子 是殼比較軟的 我還以為不新鮮 沒想到後面幾隻全部都非常的新鮮 算是蝦子甜 殼又好剝的那一種 給大家參考一下 大部分的菜都來了啊 我們先來吃這個魚好了 來 夾一隻夾一隻 我們就是看幾人份 其實它就來幾隻魚 那你要單點的魚的話 這個的話就是一個就是50塊 OK 吃吃看 還不錯啦 今天這樣子可以少人數 然後可以吃一些海鮮的 這樣子很棒 完酥的耶 對 然後我剛剛蝦子 我覺得它 我覺得是誤會它 因為它的蝦子吃起來真的很鮮甜 很好吃 這個魚完全沒有腥味 跟你去吃Buffet那種魚下巴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魚下巴我也蠻喜歡的 它不像我們去買回來那種鯛魚下巴 它是吃起來就是完全沒有一種味道這樣子 對 就是沒有那種腥味的那一種 很好吃耶 然後很有膠質感 對啊 我夾個高麗菜啊 高麗菜我剛剛吃了很清脆喔 我嚴重懷疑這個老闆是很男人之類的 它的菜都有甜味 它的這個甜味我覺得有一點點像是 蔬菜 喔 蔬菜 蔬菜應該是有放糖啦 對 可是它的高麗菜很沒問題 原本高麗菜本身就 甜味就還滿夠的 滿清脆的啊 對 然後它的用料其實是新鮮的 好啦 它這個調味它不小 我是可以接受的這樣 應該是我算是喜歡的 但是高麗菜本身是甜的 因為我只要新鮮我就喜歡 嗯 OK 喔 接下來吃這個 這是汆燙的花枝 然後配五味醬 它這個 非常新鮮 非常新鮮 我剛剛是不是連醬都不想沾了 因為它直接吃就很鮮甜的 我覺得啊 新鮮店啊 很多東西都是吃一個就是新鮮這樣子 它的這個東西我覺得都是很新鮮的 然後它的調味非常的簡單 就是薑啊 然後跟這個叫做 芹菜這樣子 然後整個秤酥酥甜味 而且它的東西都很甜 這個應該是不會再加糖 可是也是很甜這樣 我也蠻喜歡 這個我蠻喜歡 而且有脆感 對 它很像 看起來真的很棒 有一點點那種微微透明感這樣子 然後也很脆這樣 嗯 這種東西很新鮮的時候啊 它會有一種特有的一種 有一點黏性的感覺 然後很彈牙 嗯 是不是啊 我剛剛是不是說它的調味是比較甜一點 它的調味真的都有一點點甜 然後呢 可是這個海瓜子啊 就是本身很新鮮 很有彈性 很有嚼勁這樣子 對 也是新鮮的啊 香的 對 現在喝這個蛤蟆湯 這蛤蟆超肥的 然後這個湯呢 有一點濃縮感就是 雖然它不是鹹 它就是有一點鹹筋的感覺 其實它就是把很多蛤蟆 然後丟進去裡面煮 就是那個味道這樣子 然後蛤蟆煮的就是 我覺得恰到好處 不會說過熟了 對 保有那種水分感 整碗就是這個蛤蟆的味道 蛤蟆的那種鮮鹹味這樣子 那薑絲就是 放一點點滴味 然後裡面它比較特別的是 你咬到那個韭菜的時候 這樣脆脆的 也是滿香的 它裡面的蛤蟆非常的多 其實被咬掉很多了 你看還這麼多 我們已經咬三四碗滿滿的出去了 算是都還滿肥的 對 半滿 差不多這個滿度 然後咬到三碗出去了 我們稍微來總結一下 然後主要我會喜歡這間店 我找到我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價格 在這邊算是 明碼標價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 這邊算是富基漁港的周遭 那我不喜歡在 比較少到富基漁港去吃 我比較喜歡在它外圍吃 應該滿多人這樣子的 然後呢 因為我喜歡它的環境 因為我就看到它這邊有那種 綠樹啊這樣子 然後我很喜歡那種 就是這樣子 你看那邊是馬路 然後車這樣開進來 很輕鬆的感覺 然後又有好停車的感覺 但因為在漁港裡面的話 你進去的時候 常常有時候走路啊 會濕濕黏黏啊 有帶小孩 所以我就喜歡偏好這種 綠地的地方 小花園 對對對對對 這間餐廳啊 我覺得它的空間 我是很舒服 雖然說它不是裝潢得很華麗 可是 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因為啊 我們吃過非常多的餐廳 所以其實今天它的菜色 我不驚豔 但是我覺得 價格來說的話 我覺得算是 比如說你少人數就可以吃 我覺得這一點是 在腹肌這附近 真的還蠻難得的一件事 而且還有兩人三人 到幾人的這樣子 對 它算是一個對於少人數 很友善的海鮮餐廳 因為我們一般在海鮮餐廳 都是你想像中 就是要很多人才吃得起來的 我們蠻喜歡到三隻來吃飯 然後會挑這間 主要是因為它的環境真的非常好 所以我們用餐起來的感受 就非常的舒服 應該說我們到三隻吃 特別喜歡到三隻吃飯 是因為有很多好環境的餐廳 有悠閒感 對那這一間也放在 好環境的名單裡面 提供給大家一個選擇 哇老闆種了很多東西耶 這個是蘆薈 這應該是叫做 龜背浴之類的 你看他們玩得很開心 這就是我喜歡 帶他們來三隻的原因 好啦今天先到這邊 大家掰掰 忘記說一件事了 其實這邊是石門 哈哈哈哈 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他們店家 跟裡面所有人員的服務態度 都非常的親切 那這也是我會想要在訪的原因之一 我在真開心的這兩隻 西雅 做人家 做人家 創作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